这个题目就是说 失忆症 失智 失忆 Alzheimer 老年性痴呆 是同一个名词 同样一个意思 那 大家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问题 我们再等 30秒好了 没有问题 没有好 那我们开始 你用这是来笑吗 还是 接着来笑 那今天是4月1号 愚人节 我们没有愚人 我们都是很快乐 等一下 晚了可能会下雨 不过还是可以到处走 我们可以开始了 那这个是我们都老了 相信了 大家都在五六十岁 七十岁 那 Mickey Mouse也老了 这个 跟Morning 大家一起老 那今天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都是老 那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过这些老的生活 晚年生命 但是要记得 可能有危险在后面等我们 我们可能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要 常常提高警觉 那虽然我们常常收到资讯说 无忧无力 快快乐乐过日子 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你的可能的危险在哪里 那要预防 不然的话呢 变成突然突发来的那个disaster危险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警讯 那最近我常常提的就是灰犀牛 这个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灰犀牛 这个呢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在南非呢 他们 殖民 他们住在那边的人呢 因为南非动物很多 特别提的就是 Rhyno 可以看到他在附近走动 这个动物在那边走 你想这个可能就是南非嘛 就住在那边 就不太理他 但是过一阵子以后 你发现这个犀牛 靠近你了 那你想啊还是没有关系了 那还是一段距离嘛 没有关系 等到你一转头一看的时候 他已经冲向你的时候 那就来不及了 那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你知道他在你附近 那你都不注意 什么都不做 就是obvious dangerous we ignore 都忽略他 等到他向你冲过来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应付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 Alzheimer's呢 我们常常想的 这个不晓得有没有 哎呀 反正就是老嘛 这样 那其实呢 这个Alzheimer's跟 年龄有关的脑的变化呢 也不太一样 他是不一样的 自然的脑 有自然的脑的那个脑的功能 那 基本上还是安全 那Alzheimer's的话就 后面的情形就很不好 所以呢 有些情形说 哎呦 有时候觉得 做奇怪的事情 那如果是有时候 可能是那时候刚好 脑筋没有搞清楚 讲的话啦 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 一再的重复的 做这个不对的决策 不对的事情 那就一定是有问题 那还是说 有一些人 他没办法处理 他自己的东西 都一直把他忽略啦 就像一些账单 丢在一边都不理他啦 还是说 自己该做的 卫生的那个 环境整理啊 什么都不做 那这个就很有可能 是问题 那你偶尔是偷懒 懒得做啦 或忘记太忙啦 那是一回事啦 所以呢 正常的脑跟 那个 脑龄失忆症 是不一样 那 如果是偶尔发生的呢 你不要太紧张 可能就是你 突然 因为我们脑里面 赚的太多东西 有时候突然做的决策 会比较不一样 不正确 但是呢 那个只是偶发事件的呢 还算 可以啦 所以呢 我提醒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反省 我们自己的 很多东西 像我们有没有家族病例 家族某一些病 那该检讨 然后要做什么准备 然后怎么来改善 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啦 那今天题目就是 Alzheimer's呢 就是说 你家族里面有没有 这类的病 尤其是第一 第一 的那个 Degree的 的亲属 像父母亲 兄弟姐妹 有没有这种情形 那有的话呢 大概要小心了 也不是说绝对会有问题 但是可能要注意了啦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准备 那准备的话 后续的很多要思考的 不是很单纯的快乐过日子 有很多东西要去准备 所以呢 我们今天提的是脑 这个是两个影像 是脑 真面跟侧面 那我们的脑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多彩多艺 多艺的 那如果我们的脑开始 凋零的时候 那那个功能就整个完蛋 整个不好 就像一个国家的总统府呢 没办法指挥各部门的时候 那各部门就分分离析了 这是国家的衰退 人也是一样 脑的功能不好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指挥 全身各系统的情形 所以我们刚这个 我们这个图里面 左右两边这个呢 脑指挥 全身各系统 经过神经传导 指挥 那如果脑失掉功能 没办法做正确判断 那这个以后的路就非常非常不好 这个我们在长照机构看得非常多 也可以看到说 过去二三四年的情形到现在是另外一个情形 那完全是可以说没有尊严 没有价值的那一种状况 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这个脑是统治着整我们整个人的一切的各方面的活动 生活起居 那如果他衰败了就是一步一步 那这张图 那这张图我我比较喜欢这一种电脑制的图就是Fractal Art 他他就是电脑的一个小的方程式他就会自动给你画这个图出来 那这一图有点像脑 他两边平衡 然后很细很细 非常细的那个 的联络啦 联络网 这个是我们 医学界 最近几年研发出来的 脑的图 这个是真的人脑 左边这个图呢 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就是脑的皮质 的细胞 脑的细胞 那这是小脑啦 这个脑干啦 你看这些脑细胞 每一个地方都是他负责身体的一个功能 所以他经过这些线 这个都是脑神经 跟各地 各个器官都有联络 那脑的各部位之间 他也有自己 也有他的联络网 所以呢 你可以看非常的仔细 那我们每一样活动 他几乎就是有一个线索 再给你连线起来 这个叫circuit 这个回路 所以你要做一个动作呢 他都有他的回路训练出来 这样他才能够做 所以呢 就像一个图书馆 你里面有很多书 那么他每一个书架啦 每一个点 他都有联络过去 你电脑一按 他知道他在哪里啦 这个脑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的细致的 一个结构 那他掌控着我们 的身体的各部门 那这个可以解释 像一个总统府 他各机构 分出来 然后每一个都去分 继续掌控 继续那个监控这些很多 所以这个是脑 我们的脑 这边呢 也是一样 他就是画出非常多的线出来 这个就是 他的联络系统 他有直的 他有直的 横的 各方面 所以脑能够四方 各方面的联络 运作 他的功能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的联络网 非常仔细 那你如果说 某一些因素 让这些联络网坏掉了以后 他就没办法运作了 就像一个中风 他就一块就坏掉了 那这边就没有了 那老年痴呆 失智的话呢 他是很多系统 慢慢的一直在破坏掉 那么这些他就没办法做了 到时候变成说 晚期的 失智的人 连吃东西也没办法吞 那什么都没办法做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要提早去保养他 让这个路线能够通畅 然后让他能够运作 好好的运作 这个都需要花时间 和精神去做 不是说老了以后 就交给医师 护士去照顾 那个是没有办法 那个是后面的路 已经是很可怜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一直鼓励大家 来做这些该做的活动 保养 养生这些 那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是健康的演讲 健康提供的这个HLP 是几乎是全方位的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多参与 这样才能够训练你自己 保养你自己的 这些功能 那这些神经的运作 它整体在运作了 并不是只有一部位一部位的 它是整体都有同时运作的功能 所以我常常用这张图 年轻的时候到老了 这样一棵树也继续下去 那我把这张图放在这里 其实它这个是很深层的各方面 一层一层很多的脑的功能的运作 所以我们老了以后 它累积的脑部累积的很多好的坏的东西都有 你如果不选择性不要的东西 要清除掉的话 变成很乱 就好像电脑 你同一部一个电脑 你如果没有把它reset 所以clean up的话 它变成很乱 很乱的话 它的运作就比较迟钝了 所以这个要去做保养的 那这个Alzheimer 它基本上是 我们简单谈一下 就是我在李佩斯有稍微讲了 1906年德国的一个医师 叫做Lois Alzheimer 他照顾很多这一类的失智的病人 他发现 他们的脑的功能的变化很大 所以他有做解剖 把他们拿出来看 到底是什么事情 所以才发现 有这些不好的沉淀物 那基本上 他这个Alzheimer 他本身除了 他也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活到最后 但是就是脑功能不好 需要人家照顾 有时候 他也会跟其他的脑病变同时存在 他也会跟中风的脑 破坏的情形 他也会有 也会有 Parkinson或其他的情形 所以呢 他只是一个基本的脑化 以外 就是他不正常的细胞沉淀 引起 不正常的物质沉淀 破坏脑细胞功能的一个病 但是他同时也会跟其他的病存在 那有时候是只有一个 有时候会好几个 那基本上我们的脑 有大概一兆个神经细胞 那他掌控的是我们的七情六欲 各方面的功能 思考 学习 记忆 看 听 各方面感受 这些都是靠这个脑的这些细胞在控制 那脑刚刚有提那个照片 每一个细胞 细胞之间 他联合跟各部门联络 交流 如果他断掉了就没办法通了 就好像电话线断了 就没有办法 那这些情形的脑的破坏 在真正发病的前面 他大概会有平均是十年左右了 四到八年 但是最长可以到二十年 那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有变化 那慢慢的一直在变 那我们都没有警觉 到真的发病出来的时候 就根本没办法恢复 那这个Alzheimer 占总共的 Dimension Dimension就是失智症 老年性失智 还有就是说 Alzheimer这个呢 Alzheimer占总共的失智症的 百分之六十到八十 那平均 他大概慢慢的变化 大概四到八年 最长的二十年 那统计上就是十一点三年 这样 所以他很早就慢慢再开始 那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都 不去做好的养生保养 还是可以过日子 但是到后来就是不行 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家属 因为他以为 他这就是老 其实他一直在朝这方面变化 那老的话 他可以有记忆的变化 情绪变化 活动变化 那以为这个就是老 所以我常遇到就是家属 他就是老而已 其实不是 他已经是 已经发生这些病 需要改变照顾的模式了 那这些这个病呢 到现在呢 还没有办法做真正的好的诊断 因为他是在脑里面的细胞的变化 尤其是在 在海马回 Hippocampus区这个地方是最严重 它是控制我们的情绪 记忆啦 听力 眼力这些呢 这个地方你没办法去做切片 现在我们诊断有时候是 进脑 用个针插进去 夹一小块出来做检查 可以看到那些不正常的沉淀物 但是那并不代表说他有这个病 那所以呢 最 最确实的诊断就是 人走了以后的脑的解剖 才能够诊断 那现在能做的都是 用盘敲撤击啦 用各方面的方法来做诊断 那重点就是说 就是最下面这里 Pleck and Tau 这两个成分在脑里面沉淀下来 破坏脑细胞 所以这一张图就是一个脑的那个 神经细胞 它这边是短的 那这个是长的 短的这个呢 基本上是接收另外一个脑细胞 送过来的讯息 然后在细胞的里面处理以后 再往下一个 它要送过去的细胞 传过去 所以这个 它的速度都像电一样 非常的快 这可以 可以赞叹上帝的能力 实在是没办法理解 这么厉害 它这些传的速度很快 都是靠电解质在变动 纳甲这样一直变动 在那个纤维 神经纤维 变动的方式 它传的过去 这个没办法 人类甚至不可能去 做到这个 所以它在脑里面功能这样 它整体的运作 然后传到神经各部门去 所以如果这些神经坏掉了 它就没办法指挥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plug 就是beta amyloid plug 另外就是tall tangle 在细胞里面 这个在细胞中间 plug beta amyloid 是在神经细胞 以细胞中间的空间那边沉淀 那这样的话 它会破坏神经细胞的功能 那这个tall angle 它是在细胞里面 沉淀物的一种蛋白质 它就破坏神经细胞的运作 所以它就常常在很多年以前 就开始了 那 这个大概刚刚有提了 很多人老化以后 都会有这个东西 但是它是分散很多地方沉淀 并不是不会引起大的功能问题 但是在我们的海马 Hippocampus那里 它就会沉淀比较多 因为它引起的是炎症反应 那就影响很大了 那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脑就会慢慢的萎缩掉 那主要是因为有不正常的破坏 像炎症反应 那么炎症反应 基本上就是像血糖太高了 胆固醇高了 血压高了 这些酗酒了 还有呢 环境 像加州的报告有 那个环境污染引起的啦 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破坏这些脑细胞 神经细胞以后 它引起的整体运作不好 那现在就是有些人早期就发生 那如果又有强的家族病例的话呢 那个家属就会很紧张 因为每个人是人人自为啦 就怕他自己会发生 就会很紧张 那这个是一个现象啦 但是不是一定都会啦 那现在一个统计就是说 将有中风或Parkinson的人 分成两组 一组是以前就有慢慢在发病的 那一组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两个分出来呢 大概以前就开始发病的呢 它比没有的 一年多花大概一万多块啦 九千五到一万四千块的开销 就是说以前有很多症状 都要去看病诊检查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痴态症的群区 开始发病的情形 但是因为医师 还有一般民众也不了解 那就以为就是什么病 什么病 但是说那就要去治疗啊 所以呢基本上统计看起来 这20%呢都是误诊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他这样的这个症状 到底是什么病 怎样 所以现在这个就努力在想办法 能不能提早发现 提早规划的治疗的方向 所以如果能够提早发现的话呢 就能够提早规划 该怎么做 能够老本老窝 老生老心的去改变 还有照顾团队的安排 就开始要去筹备了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有650万 现在650万人 65岁以上 有这个 Alzheimer's disease 那在2050年 大概再过20几年 回到1270万 这样 那最近 因为pandemic的关系呢 这个平均是 25年 从病变到整个过程 大概会25年 现在提早到20年 因为这个 COVID-19 破坏脑的情形呢 让这个过程缩短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提 要赶快准备 你的长照 计划 因为medicare 照顾的一个部门 一个范围而已 那没有长照 那你可能要准备了 这个等一下 可能有机会 也谈一下 那现在就是75岁以上呢 有Alzheimer's 大概是 不是 这些Alzheimer's 病人里面 72%是75岁以上 也就是说 年龄越大 他的比例越高了 那平均 整体来讲 超过65岁的人呢 有11.3% 现在呢 在美国是 有Alzheimer's 那 我也71岁了 这个也看看 要注意了 大家都是这样 那女性是 三分之二 因为男性 大概都比较短 寿命比较短 所以 先走了 那所以呢 可以看到 长照机构里面 几乎是 7-80% 都是女性 那 非洲一 美国人是比较多了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看起来呢 现在美国 应该世界 也差不多一样 心脏病的情形 一直在下降 已经 从2000年到14年 降了14% 那Cancer的 治疗 因为改善的关系呢 也都在减少 但是呢 Alzheimer's呢 增加 增加89% 所以呢 现在的2020年的开销呢 Alzheimer's的部分 就3000多亿 3000多亿 那单单的 Medicare Medicare 付的就 2060亿 其他的 1000亿 是我们自己 要抛腰包 长照 要负责的 所以呢 如果能够 早一点 确定出来 或 朝这方面 准备的话呢 或许是 比较好 好 那这个图 让大家 可以看 左边这个图 是正常的脑 它那个 Cortex 皮质方面都很好 你看这个 稍微一点 深一点颜色 这个都是 皮质 这个就是我们 重要的神经细胞 这一区呢 然后它这个 白色 就是它的神经纤维 这样 互相沟通 这样 这样 那这个是脑式 它就脑脊髓液 在中间流 整个脑里面都有 那这个就是 我们重要的 Hippocampus 海马回这里 它有一点水 在旁边浸润 这个是正常的脑 然后开始有 轻微的时候呢 这边开始萎缩了 这Hippocampus 开始萎缩 那这边有 蓝色 这个是它的脑脊髓液 开始增加了 因为它萎缩 那中间这个脑式 也开始 水多了 那脑方面开始萎缩 这样 本来这是 很紧 那这边已经都开始有 空隙出来了 到比较晚期的时候呢 这个萎缩的很厉害 那个脑式的水多 那海马回也是很 很小了 那都是水了 这样 也是说它一直萎缩呢 它空间就有脑脊 水液来取代 那这个情形就是 非常晚期的脑部了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什么是Hippocampus 就是我们的眼睛在这里 它的耳朵在这里 它在旁边中间这一带 这里两个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过来 这个是两个海马回 那这张照片就是海马 就是我去墨西哥 Mazarton那里 这里一个海边的人 所以呢 这个海马就这个形状了 那这个呢 非常重要在脑部 它是相当重要的中枢 控制很多东西 那有一个报告 提出来就是说 我们有 Ozheimer's disease 那么另外 一批是中风 血管性 次代 那Ozheimer's 那么他们这个追踪15年 13年跟15年 在Ozheimer's disease 这一部分的呢 大概很早以前 10年 15年 10年 7、8年前 就已经开始有 不少是有忧郁症 还有那个 避尿系统功能不好 那行动 步伐不稳定了 那听力不好 还有精神状态不好了 就是说 这个神经 避尿系统 皮肤 还有精神状态 都不好 有这些症状的呢 要提早警觉了 要做一些调整 生活习惯的步 步骤要调整 那血管性的呢 基本上都是 循环系统为主 心力不整 那就是 新人代谢的问题 加上 听力不好 还有 这忧郁症 这些呢 就是要注意了 也是说 给大家一个 景象 就是说 你如果有 这一类症状的人 像 忧郁症 听力不好 平衡不好的 那么以后 会演变出 Ozheimer的 机率 可能稍微高一点 好像39% 是听力的 忧郁症是11% 那病疗系统 控制不好 23% 这样 但是如果说是 心肺系统 心脏 循环系统不好的 它将来产生 中风 引起的 失智的这个 也是很高 37% 30% 这些 所以呢 就是说 有这些情形 大家要提高 警觉 做应该 适当的调整 就纠正这样 才能够减少 或延后 发病 那我简单讲几个 现在报告非常多了 各方面的呢 我们的生活取机的习惯呢 它在提出警告 这个是加拿大的呢 它有9000多个case去调查 重点是太胖 体重过重的 它引起的是 就是等于糖尿病啦 这些等不成高啦 这样的话引起那个血管啦 脑部啦 这些炎症反应 那么就容易引起这个失智症 所以呢 还是要好好的控制 嘴巴 那适当的饮食 不要 不要看有一些耐出来 我们我想吃就吃什么 其实还是要注意一点 不是都不注意 都无所谓 就放任 不是这样 那该做的运动要去做 这是我们 我们的活动中心的活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 Mail Clinic的报告 他也是 当年纪大的时候 你看他的走路的步伐 稳定度 速度 就可以知道 他朝这方面在走 因为 这样的人的 他走路会小步 然后会慢 然后会好像很小心 表示他这个脑的功能 也没办法保证 我这一步走下去 跟下一步的连贯性 是不是稳定 所以他怕跌倒 那么变成很小心 那走路就变成很慢 那走路的步伐也不稳定 就是变成说 他脑的控制中心 也没有那个 安全感啦 所以变成他没有办法确定 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迹象 你看一个人的走路的情形 就知道他大概朝这方面在走 这是另外一个报告 也是 走路的行情慢或小步伐 这样的话 因为他的害怕 他会害怕 那每一步 他都要确定安全才敢走 他变成走得很慢 很小步 那眼睛要确定安全 他才敢走 这个就是说 表示他的脑的控制不好 那这种情形 需要怎么办呢 就是要提早 提早去运动 那训练 让你的这个自信心 以为你的神经控制 也比较稳定 比较好 这些都应该要做的啦 那如果 应该要做的东西呢 我们提醒的时候 但是最需要去做的人 很多都不愿意去做 这是我礼拜四讲的 这个运动 护理治疗运动 最需要的这些人 反而他们都不愿意做 这个是 需要加强的地方 就是说那需要exercise 增加那个mobility and physical function 才能够improve 他的connective function 那个情形 这个都是连贯的啦 这样 那再来刚刚大列有提的 你如果有体重过重的啦 那身体都不运动的啦 抽烟喝酒的啦 还有很多慢性病的呢 这是一个指标 一定要去好好的反省 然后提出改变啦 那这是一个十年的研究 四千多人呢 那看到的就是 有这些病的人 那么他大概百分之比多少 将来就是被人发生这些情形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你如果说能够提早去思考 做这些以后呢 你才会去规划 假如你真的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 你有什么应变的方法 像财务的安排啦 身体的照顾啦 照顾者 谁来照顾你啦 长照的 照顾的地方啦 或怎么样 这个都要去安排 并不是说发生就发生啦 那家属就会去处理 其实很多困难 这个我们在 这个设政人员 台湾叫设政 我们叫社工 Social worker 非常忙在于说 如果一发生了怎么办啦 拜托啦 跟州政府讲啦 什么 其实这个你都要提早去看 你可能要做的准备啦 因为在华盛顿州是spend down 你如果要 真的要照顾 这么比较好品质 合理的照顾 那你变成要 州政府那边 想办法提供很多照顾 那这个变成你要财产 全部要花光 因为这个州政府 不可能给你免费嘛 所以呢 他先提供必要的人道性的照顾 但是你的财产 变成他第一优先要拿去 这个是我们 营华族 那个健安这边都会有演讲啦 Medicare Medicate的啦 这些的情形 OK 最近一个 我们 我 大概20年来 一直在考虑的是 我们用GPS 十多年 用GPS的话 当然很方便 到处去走 我们尤其是 年纪大了 才是记不起来 那个目标在哪里 目的地在哪里 都用GPS 但是呢 几年前的诺贝尔奖 得到的人是 老鼠的脑能够定位 他这个研究 是演化到后来 我们的很多医学方面的改变 老鼠的脑能够定位 就是靠这个 他有 Epicampus 能够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把 这个功能 也是我们的 海马回 的功能 交给GPS的话 我们这个是不是会萎收掉呢 我一直怀疑啦 所以最近一个 报告出来就是 GPS 引起的磁带症 这个 这个是要想办法 假装你不知道 路要怎么去开 来去训练自己啦 不然的话呢 变成你全部靠GPS 如果你不用其他方法 你那个Hippocampus 也会萎收掉了 好 这个是 我们的现代科技 给我们的礼物呢 也是一种破坏了 好 所以呢 现在美国呢 统计上看起来 45岁以上的呢 有很 就是11.3% 年纪越大越高 那么会有这些 Ozheimer或Dementia 这些情形 但是呢 基本上45岁 以后 早期这些人 都没有做准备啦 至少20% 没有做准备 完全不理会 这个也不知道 也没有做 好好的 该做的养生啦 像控制血压啦 控制饮食啦 做运动啦 控制体重啦 这些都不去做 所以呢 他的脑的功能 一直破坏掉 到真的发病的时候 已经都太慢 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 方向 看这个 Ozheimer的 整个发病的过程 在早期呢 可能都没有什么病 其实它里面 已经开始变化了 然后开始 有一点点 记忆上 有点怪怪的呢 是Mio-Cognitive Impairment 就是MCI呢 这个呢 已经开始有点变化 但是呢 还是可以执行啦 那这一种人 大概五年以后呢 25% 会发展到这边来 所以呢 这一种 有开始有点奇怪的时候 就要开始改变啦 一定要改变 那到中度的时候 已经到 已经是很多东西都开始忘记啦 都没办法做啦 到重度的时候 全部要靠别人处理啦 连吃喝 大小便 什么全部要别人做 连吞东西 有时候根本没办法吞 所以你看 在台湾的话呢 从这一区到这一区的 很多人都插臂位管 那我去看一看 这个实在是很可怜 在美国是不插管的啦 所以呢 这个不一样的系统 所以呢 这里只是讲的年龄越大 那么他的比例越高 那这个是 75岁到84岁是橘色的 那更高85岁上 非常至少会接近一半啦 会有这个病 那这些都需要 提早来了解 然后规划你该 要怎么照顾你自己啦 所以呢 这个是 照顾 这个 后面这里 所以呢 要怎么来做一个好的养生 我想是 不要只看这些 大家耐来耐去的那些讲话 基本上呢 这个是2022年 美国心脏学会提供的 八样事情 你一定要去改变 要去做的 第一个呢 他多了从 2022年以前是七个 他2022年改 多了一个睡眠 一定要想办法有好的睡眠 那好的睡眠 这个我们都有很多 谈这个 这个很多事情要做 来让你改善你的睡眠 不是这靠药物 我 可以体会的是 在台湾 其他地方我不清楚 台湾的话呢 他们随便就开 安眠药 我最近有同学 自己是医生 去看神经科医师呢 他就睡不着了 马上就开 那个是非常不好的安眠药 在美国是非常严格控制的 在台湾他就开了 那 我有很多患者呢 偷偷的在台湾买药 回来美国吃 我根本 开始都不知道 到他 pandemic 拿不到药了 台湾那边没办法寄来 他惨了 因为他非常的 焦虑 因为没办法吃药 就没办法睡 所以这个睡眠 大家要想办法去学 我们健安 有慢性病自我管理课 的里面有一项 就是如何 有好的睡眠 还有很多啦 应该现在很多医师 都应该懂这个 这个睡眠 睡眠卫生 这个训练 再来就是健康饮食 基本上都是 蔬菜 纤维 水果 这些 低糖 低脂油的 还有去运动 还有这个血糖的控制 要严格 那体重控制 那血脂肪的控制 血压的控制 不抽烟 这八样 一定要照 照他的准则来做 那吃的 那吃的方面呢 这是名以实为 这样我们都很注重 那基本上要预防 Ozheimer's disease 在医学会 学会里面 现在大家认同的 就是MIND MIND 这个其实就是地中海饮食 MEDITERANIAN DIET 然后他又加了一个抗高血压的DASH DIET 这样 那DASH DIET基本上就低延了 那MEDITERANIAN DIET MIND 它现在是证明能够让脑神经能够有部分自己修补的功能 这是这个Neurogenesis 现在是有这个证明 那这个我常常 这两三年来 我一直在我们的演讲里面 老师要提的是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亚洲的饮食 用MIND DIET里面的食材来煮 那这个看看 可以 好好的讨论 我是试过 也还不难吃 像炒米粉可以用 用什么材料 然后用橄榄油 什么 那其他食物应该多多少可以 它重点就是 蔬菜增加 那少糖 那少盐 少红肉 那 可以吃一些NUT 那小量的红酒 这个都可以 这样 另外有一个4F 4个F的饮食 也是一样 大概就是说 你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 自己喜欢的 食材来做 然后就是不要有 饱和脂肪酸的 FED 基本上就是 不要红肉的一些 那多Fiber 然后 像这个 Flavonoid 大概就是 很多都是蔬菜 NUT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饮食 至少要两种以上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食物控制 这个是可以帮助 这样 那下面这里就是说 现在在美国 65岁以上的 九分之一 会有得这个病 85岁以上 就一半了 非常高 那现在这里就是 那假如有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要怎么来规划 因为这个 这个是 失智症 好几种 那照顾上呢 基本上都很类似的 因为 就是失智嘛 要训练他 或帮助他 所以变成说 他的整个 Social economic 这个的影响 你对整个 你自己的生活 起居各方面呢 都要全方位去思考 还有活动啦 这些都要去思考 那还要思考的是 你要治疗到 某什么程度 因为这是无底洞 那 就是因此就需要 长照来帮忙 那下面这里就是 MCI 就是最轻微的 那个失智呢 五年之后呢 百分之二十五 或到三分之一啦 会真的变成 Alzheimer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照顾的团队 怎么去规划 自己安排 还有后面的照顾呢 有没有安排 因为到最后 它是什么都不行啦 全 那个叫做Total Care 自己完全没办法 吃啊 清理啊 什么都不行 那么这时候 你要照顾 都需要别人照顾 那家属是很难 在台湾你可以有外劳 帮忙一些 还有长照机构的来帮忙 在美国是没有外劳 那这样的话呢 全部是要家属 在美国是 百分之七十五是配偶 尤其是女性配偶 再来就是子女 那这个变成很辛苦 配偶也是老 那这一定要去安排的 所以我们要 长照保险啊 这些就要去准备 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一方面就是分两大类 第一个是你每天的个人生活起居方面的安排 因为越来越需要很多的照顾 那这样的话呢 要去安排 怎么来让你有一个平稳的生命 晚年的生命 还有呢 你的财务方面 第二点 你的财务方面的安排 到时候你这个 要长照照顾 就是你要有一笔钱来照顾 你这个最后的 这个生 这个老生 还有你的剩余的财产的传承 转离 这个要去安排 因为到时候你没办法决定了 并且要靠别人来帮忙 所以趁你还能安排的时候 要去准备出来 我想很多人都有做这个了 那该做的运动呢 要去做 这样才能够保持 比较好一点的品质 至少你的那个 能够自己照顾 自己的ADL能够做到 就能够自己 洗澡啦 灌洗啦 上厕所啦 存衣服啦 这些制作要能做啦 那这些都是要训练的 如果说 整天都坐在沙发椅上 看电视啦 看电脑 这些都不去做的话呢 真的发生的时候 这些功能都没有 还有你的 外出活动的情形呢 还能开车子吗 什么情形就要开始放弃开车子啦 还是坐公车呢 到哪里做什么 你如果还可以的话 还有就是参加一些 研究计划 因为这个我们 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在美国呢 这一部分的资料很少 所以呢 你当你要跟联邦啦 做这个要求 哪一些照顾的时候 他们没有资料 跟很多亚洲人到底 照顾的范围怎么样 要给多少啦 什么的 我不知道 那有 白帅种 西班牙医 黑种 但是亚洲种很少 所以最近华大 有来我们 这个健康这边演讲 他们在准备 他们正在招募 愿意参与研究的 55岁以上 如果自己或家人 有这一类记忆上 有点问题的 可以参加他们的研究计划 基本上就是讨论啦 他会面对面对谈 跟资料你的情形 你的意向这样 那他可以给你50元的礼金 这个请大家多参加 你自己或家人 有这个情形 多参与 打电话给建安 或者说这边下面 有那个电话 然后可以参与 他们的研究计划 这样的话 有这些资料 华大有这个资料 才能够跟 州政府或联邦政府 说我们需要的 这个帮忙 是这些 所以大家多参加 陈医生 你那个华大那个是 on site还是online 他应该是会 face to face 来探访 跟你讨论这样 这个没有牵涉到医疗啦 个人隐私东西啦 他只是 来讨论探访 那他们要收集一些 我们需要的 哪一些资料啦 需要的帮忙 是什么啦 这样他们才能够 有一个资料出来 所以欢迎大家参与啦 好 谢谢 OK 那在后面就是说 这些是 比较后面的晚期的照顾啦 那有些到最后 是没办法吞 那么这样的话 要怎么办呢 在美国是尽量用 吞 吞咽治疗师来 想办法改变 你那个饮食的东西 让你能够继续生存 继续吃东西 美国是不主张 用擦胃管 尤其是台湾是用鼻胃管 美国是用皮 就经过肚子那边 擦一个管道胃里面 这个呢 对生命的品质 短期内有点帮助 但是长期没有帮助 那也是 很可怜 尤其是在台湾的 用的是 从鼻腔插进去那个管 那个是很难过 很难过 一个管子在喉咙里面 很难过 美国是基本上尊重 所有的动物 有吃东西 咬东西 习俗的人 这是一种最大的享受 所以要人都能够吞东西 这是美国的角度 那所以呢 这个是你要安排 你到底要怎么 Feeding 怎么喂食 到什么程度 那治疗方面也是 很多各方面的治疗 身体的照顾 要照顾到什么情形 这样 那如果说这些都很不好 情况很不好的时候 要进入到安宁照顾 要如何来结束 这个可怜的生命 这样 那要有一个计划 所以基本上 我在写在旁边的就是 还年轻的时候 好好地做预防 方面有关的活动 照顾方法 那当生病了以后 做适当的合理的治疗 那如果说什么都没办法 已经不好了 才做减痛治疗 保证你不受苦的范围 走完最后这一段 所以这是我们 建议大家思考的 好好去想 这个静坐 静坐是有帮助 这个Balzheimer 这个是很好的 到这里有没有简单的问题 我们来个两分钟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稍微打一下 因为再来就要进入下一个 整体的方向 反向思考 如果没有 我就再继续了 这个 那个Einstein 他走了以后 他脑袭解剖 都还算正常功能 没有什么特殊 稍微重一点点 不过他好像应该是 没有Alzheimer 那现在这个 进入我们这个主题 就是说 如何来做早期的诊断 然后才能够有好的规划 在美国的医疗系统 的方式 所以我没办法讲 其他系统 那刚刚有提 诊断是相当的难 相当的难 因为只能够旁敲 侧击 问很多问题 做一些基本检查 来确定没有其他的病 那再看 再来讨论 可能是这个病了 因为你没办法 每一个都去做脑切片 那脑切片也不一定 只能够讲说 有这个 这两个 沉淀物 就是有磁带 它有可能其他因素 我最近一位呢 是 本来跟我 路易西安娜 电措施的时候 我认识的 一位 老太太 那三年前 她都还很好 结果先生走了以后呢 她搬到德州去 结果最近回来的时候 已经完全 没办法讲话 没办法沟通 那只是眼睛开开的 张开的看着你这样 可能还有一点点 认得我这样而已 非常快改变 变成说 她女儿要辞职 来全方位照顾她了 所以这个呢 变成说 诊断上很难 我是认为 她是严重的忧郁症 加上可能有这些变化 因为她先生走了以后 她到德州去跟女儿住 然后都不太讲话 反正 就是说有这个情形 那需要 很多的照顾 那这个是我们标准的 整体的衡量和照顾 所以第一个就是 先收集资料 那收集的资料呢 包括非常广 除了配偶 还有交 或者说 partner 不然就是成年的子女 还有亲戚 朋友 闺蜜 还有照顾她的人 都要去收集 这个患者的状况 那收集的资料 可以牵涉到她以前 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的情形 行为方式 这些都要去收集 还有她吃的药物 她的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念 这些都要知道 因为她在改变 那从她的改变中 我们才能够归纳说 可能就是这方面在 朝这方面在走 还有在查她的 以前的生活体系 有没有酗酒 抽烟 她平常做的运动 她的营养 睡眠 这些都要去收集 她的这些资料 然后根据这些资料 来看看她最近的脑的功能 身体功能 情绪 这些 在整体的收纳 打起来以后 然后再做一些基本的心理测验 我比较常用的就是MMSE 那如果实在是忙 没有空的话呢 有时候我会问 简单的几句 几个问题 像说今天你来 那早餐吃什么呢 大部分人都不会记得 那有失忆症的人 更加厉害 他马上转头问配偶 说我们早上吃什么 那大概可以猜到 他的短期记忆 可能有点问题 再来这简单的数值 那个计算方式 那个是属于空间的 深度空间的那个思维 那像说100减7 再减7 再减7 减5次 每一次看他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就是等于心算 那个属于空间的 那不然就是说 7乘9加7加9多少 这个让他能不能用 抽象的思考来 来看看他的基本的 这些功能有没有 他认知度是什么 这是基本的检查 我们在营法族以前 几乎每年会 大家一起来做 很好玩 但是可以知道 大约知道自己 有没有问题 这样 当然很紧张 根据这些资料收集 还有基本的检查 还有身体检查 神经科的检查 这些以后来确定 可能 不是决定 可能有没有这个方向 这个问题开始 或已经有了 好 那我刚刚有提的 就是那两个成分 Amyloid plaque 那个就是那个 这个细胞破坏以后 它的一种 废物 废弃物 它会沉淀在 这个神经细胞中间 这个空间 这样的话 它会影响到 神经细胞的运作 另外这个Tal Fiber 这是一种蛋白质 它就是细胞 因为 没有清洗干净 它一直沉淀下来 一种特别物质 这两种 是现在认为 最基本的 引起 失智症的情形 所以我刚刚有提 这个神经细胞的 这个纤维 它是接收的 别的细胞 送来的讯息 然后 再传到 这边去 传给下一个细胞 这个运作 都非常的快 那么现在 我们在诊断上 可以抽脊髓液 抽脊髓液 来做一些 它这个成分分析 那另外可以做 那个PAT scan PAT scan 这个叫做中指 正指吧 正指 断层色眼 PAT scan 还有PAT scan 这个aminoid 这些呢 现在都在研发中 在做 那现在只有那个 像华大的 失智症中心呢 他们 根据研究 计划 可以做 那一般是不做了 因为这个 非常贵的检查 那抽脊髓液 这个现在也都有 可以做 它只是分析 有没有这些成分 那么有的话呢 就比较能够支持说 可能有这个病 那另外其他的 辅佐的诊断呢 就是像 它能不能做 基本的 的活动 像可以去买东西 煮东西 那清理房间 这些 它能不能做 这个叫做IADL Independent ADL 另外这个呢 就是可以穿衣服 梳洗 洗澡 为自己 走路 还有大小便控制 这个能不能控制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人 能够独立在家生活的功能 这个 如果这两个 都有在 在变化 在退化 这个可能是要 要严重思考 有没有这个病了 还有他平常喜欢的活动了 现在都忘记了 都不做了 这个都是一个判断了 还有他的行为 他很焦虑 因为他不晓得自己在哪里 最近有一位 他是回台湾去 跑到101 去参观 然后他太太叫他去 小餐厅 里面餐厅去买个食物 他买了以后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跑去坐在一个女士旁边 以为那个就是他太太 结果那位太太的先生 气得要命 所以这个变成说 他因为变成焦虑了 他就到处乱认人 这个 不过他后来好好的 跟我谈得很好 他就是很紧张 不过我在做一大堆检查 认为他已经有MCI了 还有睡眠方面 如果 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都熬夜的厉害的 这个到晚年以后 这个情形会非常不好 因为他这些 不正常的那些沉淀物 沉淀的非常多 我们一般睡眠 分了四个级 前面第一级到第二级 就是说你那个睡眠的四个层级 他基本上就是脑里面在 虽然在休息 他在选择哪一些 资料他要 哪些资料他不要 然后到三次的时候 他开始大量清洗 哪些不要的资料 所以这个东西 所谓的资料 就是我们生活起居 听啊 看啊 想的这些东西 在脑里面都是一种资料 就像我们电脑里面 收集很多data 那都是junk的话 要清洗掉 那脑里面也是一样 每天的生活起居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种data 那我们的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的 microglia这些 都在清洗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年轻的时候 熬夜的厉害的呢 那他晚年这一类的病 就特别容易了 容易发生 那现在基本上 我们能做的比较好的检查 就是MRI了 MRI可以看到 他有没有萎缩 有没有 里面的那个 变化 还有看 有没有出血 或者酸晒 有没有水 水脑症 这个MRI 大概最 最好的方法 帮忙了 所以这个里面 可以看到呢 他 这个还算 比较正常一点的 那到这边 已经开始 Hippocampus在萎缩了 他开始积水了 那这边 这些东西 这个地方就开始 空出来 这样 那这个更明显了 本来这个还算 比较狭窄的 现在已经大起来 就是第三脑室 这些 还有脑 外面 都已经空出来了 就是表示脑 萎缩掉了 还有这个Hippocampus 也是萎缩了 开始有水 累积多一点 这个就从MRI 里面可以看的 另外他可以看到 很细小的出血点 这个就表示 他有 微小的出血 有些像是中风 小中风 小酸晒 他这个都可以看出来 另外就是说 神经精神科 方面的检查 就情绪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 认知的情形 改变 那 那这些情形 他是要长远的追踪的 开始的时候 好像有点怪怪的 然后慢慢一直在变化 就比较能够确诊 那 基本上 他就是看他的认知的 变化如果很大 这个 就一定要 慎重的去考虑 要不要改变 改变各方面的计划 另外他是因为神经精神科 他也可以仔细的分出来 这个到底是不是忧郁症 情绪问题 还是 失智症 那还有他的 他的失智的程度 他可以 功能 方形的范围是多大 这些都是 整个团队在做了 那这样才能够 有一个比较好的结论 说要怎么来改变 这个我刚刚有提的 就是 这两个 clock跟 套 那现在就是说 用 脑脊髓液 现在大概 大的研究机构 像华大 他们 现在都在做这个 就抽脊髓液 做past game 他是追踪 看看 从 很早就开始追踪的话 他的曲线 你做脑脊髓液 他的 到最后的情形 他中间会发现的是什么 还有做past game的话呢 像aminoid 他最后到这个情形 比较早可以发现 泡也是比较早 那这个是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整个发病出来是这样 所以他们这几样 简单是比较可以早一点 发现可能有这个病 那但是呢 这个是 脑脊髓液呢 变成你要从 背部里面 扎针进去 抽脊髓液出来 那这个都要麻醉的 局部麻醉至少 也是要神 神经科医师做 一般医师当然也可以做 我们都有信念做 但是平常也不需要做这个的话 大概也不会花这个时间 在那个地方做 那past game的话呢 都非常贵 所以你为了要做这个诊断 花这么多呢 联邦大概不愿意付这个钱 那这个是 ameloid past game 看到的 如果有这个ameloid 它就是变成 positive 那么在past game 看起来就像一棵树一样 密密麻麻的东西 如果negative 那就是空空的 表示没有很多ameloid 这个是ameloid past game的 照片 那现在就是抽血的话呢 现在也在努力朝这方面做 这样呢 现在也有一些 比较正面的 的结果出来 那可以 里面可以有 那个tau的antibody ameloid 这些东西可以 可以发现 那真的能不能用在 临床上大量做来筛检呢 现在还不行 那另外就是说 看看 可不可以做这个 ameloid tau neurodegeneration的 那个ATM 这一部分的检查 这样呢 现在都在研发中了 那他们 基本上如果 可以做出来 大概是比较能够 确定一点 那基本上就是像 也是抽脊髓液啦 都配着这样的 整体来分析 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有这个Alzheimer's 那这些都是研究的 的系统 真的要用在一般 林寵方面呢 这个是很发挥很大 很多 花很多时间 人员 然后 机器 所以这个 都还是 在观望中了 那另外 其他的一些 ARIA这些检查 ameloid related imaging 这个也是 这是在研究中 可以看到不同的病变 来考虑 是不是有确诊 所以呢 整体来讲呢 从我们出生 到老 到痴呆 出生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是 他也没有家族病例 有基因方面的 的这种情形 还有呢 就是说自己家族上 是不是很强的 很多人 年轻或中年就开始有 这个的话呢 要真的要 小心了 那一直到中年 二十几岁 三十岁呢 青转年 这个运动很大 脑部受伤 严重受伤的呢 这个也是后面 比较多会有失智 还有就是 听力不好的 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听力不好 因为他长年 没有办法刺激 因为你刚刚那个图 耳朵是在 海马肥旁边 所以他直接影响到这里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问题 再来到五六十岁呢 你是 肥胖啦 高胆 高血脂啦 糖尿病 高血压 这些呢 一定要 控制 那再来更老的时候 就是年龄 累积起来的变化啦 还有呢 越老越 独居 也不愿意跟人家在一起 脾气也比较孤僻啦 那这样变成独居 独居的话呢 就很不好 那这里有一个是 空气污染的 这是在加州的 他们 确定啦 统计上看起来是 空气污染会影响 这个失智 然后这些呢 到老了以后呢 就是神经破坏啦 血管性破坏啦 那就失智了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呢 该做的 该避免的东西 要去避免 不正常的饮食啦 每天这个 像克林顿总统 最爱吃的 Burger King啦 这个 这个都是不健康的 抽烟 喝酒 在加拿大已经定为 最好都不要喝 虽然很多是 保护心脏的啦 什么 要喝 但是呢 你每喝一杯 就是伤害脑 都会伤害 所以是已经定为 说最好不要啦 那有忧郁症的呢 要想办法改善 那这个改善是除了 药物治疗 不然就是参加很多 这个社区的帮忙啦 那糖尿病 这个都是要去改变 那能够做的就是 运动 身体运动 脑部运动 然后训练你的 认知的情形 这个是我们 能做的范围啦 这样 那当然 加上其他的药物 现在也有 但是那个只是改善 品质 并不是治疗这个病 这样 所以基本上 Education 教育 就是脑部的运动 很重要 然后参加活动 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 好好的保养你的脑 让你的认知 程度比较 好一点 这个在健安 我们这个 Healthy Limit Program 都有 都有 就是大家 应该 尽量参加 对你绝对有 百分之百 好处了 那当然你如果 不参加健安 但是也参加其他的呢 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要 要规划你自己 去做这些事 那现在有一些 都在做研究 看看能不能 经过 生活 改善 Lifestyle Change 就是 各方面的训练 身体 脑力 这些呢 能不能改善 你这一部分的 Obsmary 病的情形 基本上都是 都对啦 他像控制血压 控制血糖 多运动啦 各方面 Lifestyle Change 都朝向这个方向走 都是 正面的 正面的方向 那现在就是说 假如你什么都不做 你的医师也不知道 那你变成 延误治疗啦 延误改善了 那么他这是 相当 相当大 至少百分之二十的人 都不知道 那医师也没有 诊断这些 那这样的话呢 他后面的生命呢 可能是比较不好 所以才 想办法要做 比较提早的 去诊断 不然就思考 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要做 去做检查 然后 那个不要吃的药呢 有一些药是 心脏科的啦 或肠胃科啦 或肾脏科 认为对 他这一科的病有帮助 但是这些药 对脑并没有帮助 而破坏 所以变成说 要 想办法停掉 可能不重要的药啦 还有呢 你这个 各种身体的 脑筋的方式 要想办法去 维持 去做 然后去改善 这各方面的 脑神经系统的 功能啦 行为啦 心理啦 这些 这些都是来参加 我们活动 都可以改善的 那就是说 这里是 recommend 还是这样 regular exercise 那 karnative training 像我们这里 有每天都有 运动的program 礼拜一有养生功啦 礼拜二有运动啦 礼拜三有太极 礼拜四有运动 礼拜五 也有 舒滑啦 这些 那 还有礼拜六 有运动啦 像礼拜六下午 有跳舞啦 这些都是 你可以选 然后来参与 那这些呢 你在互动中 你也会改善你的 那个思考啦 心智啦 这些 所以这是鼓励大家啦 因为这个东西 只有自己能够去做 才能够维持啦 别人没办法替你做 那这些都是很多 不同的系统 同时在 处理 除了你的医师 那社工 护理师以外 还有就是 邀寄师 当然也要参与啦 还有这是你的活动 这一区的 那这些都需要去 审慎的思考 然后是 要长期的规划啦 并不是说 今天 好了 我参加这个就好了 明天我不参加了 那没有用 那是要 consistency 所以我们健康有 那个CDSMP 慢性病之后 管理课啊 那个就是教你 如何 持续做下去 才能够达到 你要的目的 好 那 那 那这里呢 是用非药物的 方式啦 这我们鼓励大家 尽量非药物 药物的 我等一下会提一下 非药物的呢 就是 你该改的习惯 要改 那该再加强的 做的 要去做 这样的话呢 是保证你可以改变 一定可以改变 像这个aerobic physical fitness呢 这些呢 可以改变你的 讲话的速度啦 讲话的方式啦 那讲话的能力啦 还有身体的 各方面的功能 还有cognitive activity 像我们 有很多课程 还有礼拜四的 喝茶时间 都可以鼓励大家来分享 你要分享 你就是要讲给人家听 分享你的资料 那个都是一种训练 对你脑的训练 好 还有健康的饮食啦 参加各种活动 这个都是 你应该要增加做的 那减少的就是喝酒啦 这些都要减掉 不必要的药物拿掉 这样的话呢 然后你有一个 长远的规划 要怎么照顾你到 什么情形 那其他的安排 这些都要做 再去做 财务规划啦 法律上 这样该 急救 救到什么情形 什么样情形 都不要救啦 还有 其他财务 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 可以做的啦 那不要做的 就是这些 这样你有一个 确定的方向以后 来做这些 就能够持续 好 那这里就提的 就是说 你如果都不做 这个自然曲线 一直下来 慢慢就是走了 好 如果你又做的话呢 你这会改善 那你看你做的情况 它改善程度不一样 那有一些 加上药物呢 可以改善 帮你这个功能改善 这是这个 资料 统计的资料 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都是经过 科学研究的 统计资料 不是随便谁 某某教授 讲什么 那个不一定有用 所以呢 个人方面呢 你自己要设定 你的方向 你确定要的是什么 优先次序 然后呢 好好的分析 然后来选择 然后呢 你设定 你自己团队 来做 这样的话呢 就 比较能做了 那基本上就是 尽量 让你能够 能够独立 做事情 那我回台湾去 就觉得 比较头痛的是 都认为你是老人 因为台湾 这上50岁 就是半百老人 老人就叫你 什么都不要做 他们都替你做 那真的反而完蛋 这样是变成 要虐待自己 多做一点 才能够独立 所以我们在健康 我常常提说 一定要让这些老人 整理他自己的船铺 或清理一下 他船旁边的东西 这个叫功能性治疗 让他去想 然后去规划 然后去做 这些事 就是这样 你要自己去做一些 很多事情 这样你才能够 维持你的独立性 这样才能够有 维持你的功能 不要老是叫别人做 那个都不对 对你是不好 这是这样 你自己规划出来 那这个整个 照顾的 的那个持续性 刚刚也提的 这个是 开始不好了以后 这个 Quantity Impairment 就MCI 开始以后 那么 你的 自己照顾自己的功能 就开始减少了 所以你要想办法维持 到最后这个 实际上没有办法 只好请别人照顾了 已经失去你自己的独立性了 所以这是一个 一贯的 持续下去的一个路程 那如果我们有MCI的话呢 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要想办法规划 怎么来训练自己 然后来规划一个照顾团队 因为刚刚有提 5年以后呢 至少25%到30% 这里讲是三分之一 会进入 那个真正的 失智症 那时候就 不好玩了 那生命就开始 朝不好的方向去了 这里是一个表格 是说 在有MCI的 就是说 轻微的 失智的现象的时候呢 它有哪一些因素 是让它恶化了 当然年龄越大 它的那个 如果没有 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 那些沉淀物就越来越增加 所以年龄也会 让它有沉淀物 那如果说 基因方面本来就有这个呢 也会恶化 再来就是说 其他的 糖尿病 抽烟 高血压 高胆固醇 肥胖 忧郁症 还有不动 就是 只是整天玩电脑 看电视 都不去运动的 还有不参加 其他活动的 因为这个其他活动呢 现在基本上一定是要 面对面的活动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面对面 而不是看电脑 因为在这个互动中呢 你脑筋是会全方位的思考 怎么回答 怎么对应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最早前面 最早的几张照图片里面 有那个很多 脑有很多线 有没有 那个都是它的 track 或circuit 这些都是你脑在运动的时候 都去找 这一条线可通吗 这样回答 对不对啊 这样的话呢 那些线就可以被activate 不然的话 它一直不用 不用就没有用了 所以呢 这里是 一样 就是说 有治疗 除了症状治疗以外 现在我们的 有的药大部分 就是症状治疗 还有呢 改变它病的过程 这些治疗 那真正的cure这个治疗 现在基本上 应该是没有了 而且大部分是失败了 现在至少有2000种 药物在研发 但是真正可以用到 临床上的呢 非常少 那最近 FDA批准的一种呢 它是用打针的 很贵 一针大概1000多块 那都要去打点滴的 那个我是认为不实际的 那个不可能的是 所以这也说 你如果都不治疗 都不改变生活 改习俗啦 什么 训练自己啦 还是自然过程 一直下去就走了 那你如果有改变的话呢 那你有吃一些药物 现在基本上有两三种 可以改变你的功能 那再来如果说 有一些药 可以减缓它的 那个病程 这样 这是现在能够做的这个 那我们希望的是 尽量是不要吃药 不要用药的方式 能做的是什么 那现在常用的是两种啦 这个像如果 有人在吃这个的话 家属也在吃的 像 这几种 那 这几种都 对某一些病人有效 我遇到过的是 两夫妻都有失智 结果呢 有一位吃了以后呢 突然慢慢醒来一点 结果看到 对方就生气 就要打对方 那 就是他突然醒来一部分以后 开始 这个情绪开始来了 不过这也是一个个案啦 不过基本上大部分 有帮助的呢 它是脑的功能稍微改善 那可以自己多讲一些话啦 多做一点事情 那长远的来讲呢 到某一个程度 实在是我们认为是没有意义啦 它没有帮助 所以这个是 两种药 现在我们在常用的 Memantin呢 这个是我代用的 就是第一线的 这个没有效 才加这个 那两个同时用以后 大概可以提升 它的功能 百分之二十几啦 可以帮助一些 就是改善 它的神经的功能 并没有致病 那个病 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那吃这些药 有一些副作用啦 Memantin是 比较少副作用 头阴头痛啦 有点乱啦 这个 那这个像 这一类的药的 就比较多副作用 那不吃了就改善了 就是说 有时候是只好 让它试吃看 会不会改善它的功能 会不会认识自己的家属啦 然后可以配合一点 不然的话 效果不一定有 那另外它 同时会存在的一些病 像有忧郁症啦 精神焦虑症啦 精神不正常的啦 都要用这些药 像中风的药啦 胆固醇的药啦 这些 同时都要吃 那这样的话呢 这些药混合在一起 是不是对脑更加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也是很头痛 那有很多病 那么都要用药 那用了以后 是不是对脑伤害 那更加痴呆呢 这个是都要去慎重思考 所以呢 变成说我们有时候就 想办法把某一类药停掉 让它忍受这几种病 但是呢 它可以增加它的脑的功能 可以配合一些事情啦 照顾也比较方便一点 那另外营养品方面啦 维大命EBC啦 银杏啦 这个抗氧化 这个鱼油这些呢 现在这边是认为 比较有效一点的是 维大命E啦 其他的大概 各说各话 不一定有帮助了 那另外现在有 最近批准的是 单价的抗体的 就是要打针 它可以把这个ameloid这个plug 剪掉啦 削剪掉这些 那这个呢 变成是一定要打针 要很贵 所以呢 我是不太 不太支持这个啦 那 就看 如果是 Medicare愿意付的话 好像是还没有同意的样子 好 那其他的呢 就是说相关的配合来照顾 基本上就是 想办法确定诊断 那这个 以前呢 我们基本上 家庭医师 内科医师 做基本上就是 请神经科医师 有些是专门是 失智症这个中心 来帮忙做确定诊断 那现在因为pandemic以后呢 这个工作慢慢的 转移到 家庭医师那边 那变成说 家庭医师 要有这方面的 训练 认知 比较能够做 因为这个照顾的 负担已经慢慢转移 这样 那这个就要成立一个团队 因为他需要的 医师 护士 社工 还有社区人员 共同来研究 研发一个照顾计划 那在台湾的话 他们长照2.0 好像是旗舰店那边 在做这方面的规划 然后给 其他的高码店那边 来负责帮忙 所以呢 这需要好几个专科医师 共同来规划出来 像神经科 老人科医师 精神科医师 治疗师 还有 那个语言训练师 这些都要一个团队 需要的时候 来共同来帮忙 谢谢 这些电脑不动 怎么搞 好 那基本上 总体来思考 就是说你要 收集很多资料 然后规划出来 确定 可能有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来想办法 规划一个团队 然后来 长远的来 规划出来 在什么 并程到什么程度 要怎么照顾 是比较合理 所以这个牵涉到的 就是说 那个诊断以外 沟通 互相沟通 然后呢 在 自己的 价值观 还有自己的 就是文化方面 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照顾 那 那每一个照顾的规划 都是以这个当事者为中心 他各方面的条件 来思考 来规划 那尽量能够早一点发现 早一点来改变 那该做的 改变的饮食 运动 这个都要去做 这样才能够比较好了 那 这里是一个 一个相当大的 文献 报告 大概 分裂出 他有243个 的文献 他分裂出来是21种 比较能够接受的 改变的项目 这样 那基本上还是一样 就是最好 要睡眠 那 中年 左右 中年以后呢 那时候如果有常常 熬夜不睡的呢 一定要想办法改 现在大概是这个年龄 我们这个年龄 大概是7个小时左右了 太久也不好 这样 那要运动 运动的话呢 就是说要 大概 走路这一类的运动 大概150分钟到300分钟 一个星期 那里面还要加上 2到4天的 resistant training 就是说 像用 用亚铃啊 弹性带啊 这些来 就那个 耐力测验 的那个训练 还有脑 脑的认知程度的训练 这个就是 大家参加很多 课程啦 或者说来参与 讨论会啦 这个都很有帮助 这是可以运动你的脑 那当然要保护 不要跌倒 脑部受伤 这个 老人常常遇到 最近遇到好几位 都是 走路 尤其是晚上走路 没有看 跌倒 撞到头 引进脑出血 那最近一位是回台湾去 大概是 应酬太多了 跌倒了 撞了脑 回来以后就 发现不对了 赶快开刀 那这个心理问题 犹豫症这个要 要 早一点 早一点处理了 那再来就是说 很多人在吃 阿斯匹林 最近一个大型的研究 认为70岁以上 阿斯匹林没有帮助 所以可以不吃了 就 要尽量拿掉了 70岁以上 对 中风的什么都没有帮助 那最近是因为 有COVID-19的关系 老年人特别麻烦 死亡率特别高 那 这个情形呢 一定要该打的预防 证要去打 那现在又是认为 确诊以后的这些老人 他的失智症的比例 增加20%到40% 而且比较快 所以我好像几个月前 有一次演讲 就是长照方面 在最后这里一样 长照方面 你要一个规划 因为 长照 可能没有办法支持 这么大的开销 那你自己要准备 一笔钱专门照顾你 假如你真的得到失智 那这笔钱 要照顾你的 各方面的照顾 那personal care 这些都要 这个medicare没有cover 还有就是药物方面呢 可以减掉的药 尽量减 因为有很多 像我们都已经70岁80岁的 你再吃这些药的 长远的帮助是什么 像党固醇的药呢 他吃了以后 大概要两年半 才能够真的有保护了 那如果说 这些治疗 对你现在到 几年以后之间 没有大的帮助的话 不一定要用 因为他 药物与药物之间的副作用 是相当严重 那体重方面呢 如果 体重减轻 尤其是在65岁以前 体重减轻呢 是相当严重 那65岁以上呢 现在我们又怕肌少症呢 大概也是不建议要什么 真的减掉多少磅 但是呢 不要肥胖的 obesity是绝对不好 所以自己要控制一下 那 其他的像新陈代谢病 糖尿病 高血压啦 这些呢 就是经过 用饮食控制啦 运动呢 来想办法调整 那减少药物方面的 使用啦 那 该用的还是要用 那以前有人 用女性荷尔蒙来 在更年期以后来用呢 可以 认为可以减少 时代 现在是认为 没有帮助 那甚至以前有人认为 赶快吃 刚刚提的那两种药 你还没有病就开始吃 是认为 我们是认为不应该啦 那个完全是 没有确定的 的 的治疗法 不需要 那尽量不要 负担啦 不要独居或独处 这个独居或独处呢 并不代表说 你一个人住 有时候跟家人住 但是你自己是 很冷漠 都不跟人家讲话 不跟人家交流 那个也叫做 loneliness 也是isolation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open your door 那跟人家接触 跟人家交流 这样才能够脑力方面的互动 才能够改善 那 那你如果是孤单 孤独或独居 独居的话呢 这个呢 就是很 比较 不会做 很多生活 healthy living的活动 那这个就很容易引起失智 是这样 所以呢 尽量 找出来规划 那去规划 然后去做 这里只是提说 如果独居的话 或loneliness的话呢 对整个健康的情形的影响 现在美国大概有四千多万人是 在loneliness的独居 或很孤单 那这样他的生命品质非常不好 那他的社交圈都非常 局限 那这样的话 他也不参加活动了 那他的健康方面就很不好 那这一种人就比较容易有抽烟 喝酒了 这些 所以呢 尽量不要 独居 独居这样 不然就是一定要跟人家交流 所以呢 参加我们这些活动是 绝对能够帮助你了 大家也比较快乐 那你看这个独居的人 他有绑居多少会容易得心脏病 得失智啦 这些免疫 减弱啦 这些都会 那 另外我这里是 五六年前写的 你要 安排你的照顾者 那么你照顾者名单是什么 除了你的 亲人 配偶 兄弟姐妹 子女 好友以外呢 另外就是专业人士啦 你的家庭医师啦 药剂师啦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照顾团队 好 那这个你都要 要确定出来 好 那将来你到什么情形 要去 去照顾中心的话呢 他都是 都可以列出来 可以考虑 这个是美国卫福部 最近提出来的四个M 就是你一定要改变 当你到70岁以上呢 绝对要改变的 因为 刚刚有提那个 灰犀牛会来 那你的黑天鹅也会来 黑天鹅就是说 南非本来基本上是白天鹅 突然会来 黑天鹅 那我是绝对是一个惊吓 一个特别的问题 那么70岁以后呢 我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随时要准备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定要改变 那么这里四个M的 一个What matter you 第二个是Mobility 第三个是Medication 还有呢Mentation 这个四个都要思考 那他们是互动的 那What matter 就是说你的 你现在是70岁 80岁 90岁 你的重点在哪里 要怎么来 你的生命的重点是什么 那由这样来考虑 来照顾你 或你的生活取决的重心 你要的不要的 都要列出来 那时候就该 丢掉的东西 就要丢掉了 不要的东西 你不要不该做的 也不要去做 因为可能有危险性 所以呢 这个要去想出来 各方面的 你生命方面 最重要的重心在哪里 然后Medication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到70岁 80 他讲70岁以上 会有很多人 会有很多慢性病 每一种病 你都想要用药物来 减轻或治疗的话 那是非常大 非常多 而且很复杂 那你如果说到70岁 有一大堆病 那么这个科医师也去看 那个科医去看 每一个科都开一些药给你 因为他认为 这个是对你最重要的 当你拿回来 整个放在一起 是一堆 那么这个一定要想办法 减掉一部分 这个这样 可以说No 应该有一些东西就不要了 所以叫做deprescribe 就去掉这个处方 就是说有一些药呢 干了就不要吃 可以考虑不要 那你要吃的药呢 就是确定你安全 而且是对你的 现在的身体 照顾有绝对必要的采用 那这样才比较好 那mentation的话呢 就是要尽量来做一些 保持你的认知程度的 还有心理的这些活动 这样才能够减少忧郁症 这些痴呆症 这些才能够减少 delirium这个 忘解 就是说 心理上呢 要去做调试 那最好的我还是认为 参加我们这些活动呢 大家互相在一起呢 有互相取软啦 大家互相照顾啦 互动 这个是最好的啦 心理才比较可以朝正面思考 那mobility的活动呢 一定要规划 你可以做的范围 那我们现在七八十岁 不要再去爬高山啦 什么那个是危险 就是安全为主 那能够改善你的功能的 去规划出来 你能做的 然后要持续去做 好 所以我最近一直提的是 老业要精于勤 那个勤就是要持续去运动 去训练你自己 才能够精于息啦 好 才能够快乐的过这一段生命 好 这个是你的活动画面 要去考虑 安全 快乐 有功能的活动 好 这样 那这里 我写了一个就是说 忘不下的牵挂 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忘不了的昨天 忙不完的今天 想不到的明天 也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 好 这个是很实际了 好 好好的 祷告我们的 后面的生命 那大概到这里吧 OK 好 今天都是谈到这里 也是11点40了 有没有问题 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或分享 有没有在 陈医生 那个你刚刚讲说 那个有华大的那个研究中心 那他到时候会 如果我们参加以后 他会不会叫我们去造MRI 没有没有没有 他那个只是 跟你讨论 问问题 看你的 你的preference 你的需要是什么 你的就是说 假如你家里人 有人有失智 开始失智的话 他只要知道是你的方向 照顾的方向 需要的资源是什么 然后他们有这个资料 才能够跟政府提供 这个方面的资讯 那他们不是医生 虽然他们的主管是 华大的老人科医师 但是呢 他不是你的 主要的治疗团队 他只是收集这些资料 才能够跟州政府 跟联邦政府 要求说我们亚洲 他主要是亚洲人 需要这些资源 这个MRI那个是神经科医师 或内科医师 你的医师 他要做的决定 并不是这个研究计划的决定 谢谢 OK 刚刚还有哪一位 请问有没有任何遗传 或者是 后代的这些记录 你这是什么意思 疑传 就是你得了 得了这个老人痴呆病的话 将来你的子孙 发生率是多少 怎么样 对那个就是变成你的儿女 他是第一级 first degree relative 你的儿女 第一个要担心的 他们可能会有 并不代表一定会有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们要去注意 尽量 有健康的饮食 健康的生活 这样 那比例多少 应该是并不多 那个比例好像 不到10%什么 但是如果有的 第一个first degree relative 就比较高了 一般的话应该是很少 那年龄越大的 这一种有家族病例的 就比较能够显出来了 谢谢 OK 还有没有 还有如果说你如果有家里人 有这样的情形 也可以提出来 我尽量回答 还是一样 我们 我们有很多活动 都是朝这方面在努力的 因为我们的宗旨 这个以前20多年前 成立的宗旨 就是要一个 好的品质的老 那么这个是朝这方面 在给大家提供资料 和活动 那大家都有很多 其他的团队在活动 都可以 就是朝这方面去做 不然就是邀请他们 来参与这边的活动 因为大家都会老 不管你是教会 或是佛堂 或是说其他社团 大家都会老 都同样一个方向 那这里是提供各方面的资源 给大家可以选用 所以我常开始 20年前就提 建立你自己的迪士奈乐园 你自己的为主 刚刚也提 以这个人为中心的规划 那尽量参与 这个一定是有好处 也比较快乐 陈医师 当然20年 这个很大的contribution 那我个人参与了 这个艰难的活动以后 发现就是说 学习 这个是终身不断的学习 那是一个对大脑功能很好的 然后再来就是分享 这个学习分享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有一点点创意 那这个对大脑功能都非常好 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 比如上一次讲说 有人听到NPR的节目 听完以后什么东西特别好 那就拿来分享 那这个过程 分享本身就是 这个就是不施嘛 一样的这种概念 对大脑功能都非常好 一点可能 就像我们前年吧 还是去年有National Geography 比如有一本专辑就是Memory 里面也提得很清楚 你去学一个东西 或看一个东西 然后你去 那个就是短期记忆了 你把它构思整理出来 然后存在你的长期记忆里面 然后你要把它拿出来 分享给人家 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You have to share with people 因为你要分享给人家的时候 你会想很多 然后要想出 怎么来分享给对方 这个过程 你会思考怎么样讲 怎么分享才有帮助 才有效 这个是脑很多 里面的那个很多线 那个circle在互相联络 这样做才可以有效的 传达你的意志 这个是脑在运动 不是只是说去走路 跑步 跳舞 这样而已 你这个思考 是脑的运动 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 欢迎大家来 主动来分享 不然就是礼拜四 tea time 你也准备一个 几分钟的 东西来分享 这个对你 绝对有好处 这是 鼓励大家 不管你在哪里 在 North Carolina也可以 在北卡 我甚至有同学在台湾 他半夜一两点 来进来 来分享 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很有帮助 所以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 台湾时间是刚好是晚上 就早清晨一点两点三点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个program就 要不然这个我本来一种想法是邀请这个台湾的同学 然后就是比如说神经学的就来讲一些神经学方面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眼科 各个科学科都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 会很好 所以尤其是在美国这边的时差 这比较接近 就尽量参与了 这个对你绝对有好处了 对 因为我看这一类的病人非常多了 所以你看着才是害怕 才是不希望我也进入那个状况 所以20年前我就是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就是 我至少我自己最好不要进去那个状况 或者延后来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准备 那比较不会有那么可怜的状况 因为我有病人是律师 大律师 华大的 他也是很可怜的 住在这种长照机构 他每天自己都要上法庭 在自己房间里面上法庭 那他太太就当他的听众 真的陪着他这样 那还有看到的是也是医师 也是都是失禁 让人家照顾 很可怜 那这个就是 当然自然过程也会 但是早期如果能够改善 或许能够延后 或比较减轻吧 那另外现在这一类的情形 到最后的话 也就是刚有slide end of life care 要考虑到某一个状况下就停掉了 不要再照顾 因为没有帮助 那很可怜 也是没有尊严 所以呢 我最近一位是 我认识他三十年 也是在我们桥舍 非常热衷的 到最后进去 这个机构的时候呢 自己一路脱光光 到处走 很没有尊严 那这是很 很难过了 大家以前认识他 嘻嘻哈哈都在一起 现在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情形就是说 我们能做的尽量去做 那也是要勉强自己做 那最好的方法是来参与这些program 因为你 学什么东西回家自己要做 你大部分不做了 只有来到上课的地方才会做 那这样的话呢 像慢性病之后管理课 回去要做啊 你不提醒全部忘光 那也不去做 那就没有意义了 多参与了 因为现在我们的老业呢 老业就是 这个生命 晚年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啦 那其他的 赚钱啦 或者说什么 很多其他东西呢 那个都不是我们的老业了啦 你的身体 心理 晚年的照顾 这个是我们的老业呢 你要勤于 训练自己 进去做 才能享受 我常常提 我最近跟文医师学 太极啊 养生工啊 这些呢 就是我看到疗养院的老人呢 几乎以前没有学 能够自己独立做的是什么 那现在老了以后 只能够别人叫他做什么 他才做什么 不然的话 他就是傻傻的坐在那边 看别人 有些看电视 根本不是在看电视 只是看那个画面在动 那么变成他没有独立的活动了 对不对 最近我们有 大家有送了两 一个录影带 一个老先生认为 非常的 没有功能 所以他突然想到 他以前是赛跑健将 所以他一直训练自己 后来去跑马拉松 他虽然是最后一个入场 但是他达成了 他已经八十多岁 所以意思就是你要训练你自己 能够持续做的几样事情 去做 那个就是你可以享受的一个时光 所以我努力学太极 就是我以后更老 我送到疗养院去 我还记得怎么做 这个瘟疫师的石套 这样的话我可以独立 不然的话变成好像 这些护理人员说 好老先生你把右脚抬起来 那我就抬起来 把右手抬起来就抬起来 其他呢 我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因为我没有学过 也没有记下来 对不对 所以在鼓励大家现在还来得及 赶快去练 像卡拉OK也是啊 你选十条歌每天去唱 唱到最后你都会 你也可以唱了 不然的话 这些歌都忘光了嘛 好 那以前的歌也忘光了 那就很可怜了 没有东西可以享受了 好 今年就是夜精于勤 老夜呢 要努力去做 才能够享受 大概就是 还有谁 现在刚刚听陈医师 谢谢你跟温医师的 那个今天的内容 那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 因为在雅各山方面呢 有一些年纪大的 因为牙齿不好 所以在老人院看到很多 这种情况的话 他们都很 在统计上面 有很多很大的risk 所以将来是 比较容易有 这阿斯海马 或者是一些 健康 Dementia的情况 所以我建议 大家能 除了陈医师 今天所给我们的 那个建议以外 要是牙齿不好的人 我是建议说 尽量还是去把 即使是做植牙什么东西 当然费用上可能是 比较贵 可是因为 在统计上面的话 有主角 人的脑是跟主角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 我在这里 给大家一个 建议 谢谢 对啦 我们你看这个 那个能够 chewing 所以对脑 刺激很重要 还有呢 享受生命 也是很重要 这个chewing 是动物 可以吞东西的 这一种动物 所有的动物的 最基本的功能 也是最能够 享受的一种 功能 所以美国不插管 就是这样 要让这些人 能够有吞的 还有chewing 和咀嚼的那一种活动 它可以刺激脑 所以才说要慢死 你每一个 每一口呢 至少要 咬个25 30次 这样的话呢 它会刺激脑 也可以刺激 你的吞咽功能 那你的吞咽功能好 你的营养就好 免疫力就比较好 那很多看这些老人 实在是 他们都不吃了 没办法吞嘛 那这个就很可怜 实在是 这个看的是没办法 爱莫人助 好了 现在 再两三分钟就12点了 还有没有 要提出来 分享或讨论的 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要鼓励大家采取行动 因为真的就是 陈医师 温医师 然后刚刚如医师 也提醒大家一些 这些重点 就是 也鼓励大家多出来分享 那有时候 大家会担心说 我分享的东西 可能不那么有趣 或者不那么正确 其实没有关系 每一个人 他都会有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勇敢的踏出一小步 就是 礼拜四的时候 大家准备一点点东西 三分钟或五分钟 你可以分享照片 可以分享影片 可以分享你看到有趣的 有趣的知识点 或者是内容 或者甚至你带着问题过来 跟我们常会里面 有一些 就是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有一些 专业的素养的 这一些朋友们一起讨论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所以就是 采取行动 就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好的例子 陈医师 和温医师 完全看不出来 是已经退休 对 这个真的就是 我想这些练习 也从两位医师 然后还有卢医师 刚刚的分享中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练习 对自己的活化脑力 都非常有帮助 大家不要让 让这些机会 都被陈医师 他们都站走了 大家出来争取一下 自己的权利 对 其实 其实提问也是很好的 Ruby刚才讲得很好 提问 你要思考就想问题 而且陈医师 这个知识那么丰富 所以有问题 就他就一定有答案 所以你放心 没有啦 这个大家都一样 我也不是 其实是可以讨论 对 就不用担心自己说错 就是 其实我知道 因为我也是会担心 我有时候会想说 我是不是说错话 做错事 或者提出来的资料 不是那么正确 但是没关系 我们大家就是怀抱着善意 然后大家互动 就算有错误的话 别人告诉你 我觉得也很好 让你发现自己 可以有补足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 你就想说 以前在 我们在台湾 那些老先生 老太太在 树下 那一杯 一茶壶 一些点心 他们在聊天 当然有时候 我看到我爸爸 以前也跟人家吵架 因为他们都老了 那吵架过来 又在一起都很好朋友 就是互相互动 一定要互动 那这个互动中间 你会调整你的 很多思考 情绪 这样也是一个训练 那也是 让我们更弹性化 不会很僵硬 像有些老人 到老了以后 只肯吃某几样菜 那这样就很麻烦 因为你照顾他的人 变得很难做 也可能很容易 就几样 但是这些 这些人到 这个机构去住了以后 每天出来的菜 都不是他 小时候 或他年轻时候吃的 就没有弹性 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 要多样性 去吃 因为照顾他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到最后 连吞咽都很惨了以后 就能够看到的是 绿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东西 那不晓得那些是什么 已经没有以前的 像草米 草米粉 肉燥 这些没有了 就是白白的 黄黄的 绿绿的这种东西 都已经绞碎的东西了 所以变成说 要有多样性 这样的话 才能够训练 你的吞咽 同样的我们的思考 也是要多样性 才能够包容 别人不同的思考 那这样的话 就能够互动 这个对脑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训练 那慢性病之后 管理课的精神 就是在于 你在深思熟虑以后 你要改变一个行为 朝向你希望 达成的目标去做 那你调整以后 你思考的是 我可以 可以有的选项是什么 然后我愿意做的是什么 然后你 确定去做 那么就会 改变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 系列的思考 既然像说 你预防痴呆 那么你不希望 你将来得到这个 那么你现在 要改变的是什么 那你改变的是 每天 每个星期要去走路四次 每一次走半个小时 那你就一定要去做 这个是你做得到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会去做 因为你的目标 总目标是 希望不要有失智 那这样你规划出来 你就会去做 但我常常提 我一个例子就是 我怕将来得 中风 痰症病 那么我坚持 不买红肉 这样我在家里 我就不去买 那么今天 乳饼请我吃一块牛排 我会吃 但是我家里就不买这个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做得到 那就去做 这样也可以达到 你要求的目标 这是一个思考 这是一个这样 所以大家尽量参与 尽量做 这样对你是绝对有好处 因为你的目标是 有一个好品质的晚年吗 Stanley刚刚离开 他是北卡的同乡 那他这个很喜欢园艺 所以他每天这个花很多时间 在他后面的菜园里面 那个也是非常健康的 可以请他来讲一次 他的园艺的经验 还有就是做菜 做菜也是很好的 所以现在我太太跟我呢 两个就常常抢着要做菜 怕自己会失知 做菜是Cooking是25%左右 有帮助 那在pandemic以后 产生很多的厨师 那请他有机会来讲一下 他种菜的经验 因为那个是 可以啦 北卡这边有一堆人在一起种 所以我们都互相学习 但是我觉得很好的 逼着自己去做一些动作 这一个好地方就是了 对啊 那你来分享啊 我们也想学啊 对啊 他的后院 那个他自己把它set up起来的 很精彩啊 他如果照几张相 跟大家分享就很精彩了 以前我有一位病人 他把自己的后院 前院路边都规划成 一块一块的菜园 那半夜10点 要起来抓那些slug啦 什么呢 他这样来就弄一个演讲 来跟我们教说 他是怎么做这些事 所以他的菜园是非常漂亮 那就把它自己弄好 一块一块的这样的 很有意思啦 都很好 就是分享很重要 因为你会准备会思考 然后这些种快乐嘛 对所以我们期待看看 这个下个星期四 有没有大家就是 强着要来分享一下影片 或者是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笑话都可以 那我们就很谢谢陈医师 然后温医师 还有刚刚发言的 鲁医师 Peter和Stanley 我们也希望下次 下次能有更多的互动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陈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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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医師